最近肺炎疫情持續肆虐 相信有不少人放假都會盡量減少外出 唉,但家裡有什麼要做? 煲劇、打機、撿屋 好苦悶啊 既然是這樣,不如上網夾一下公仔 反正都在家裡沒事做 就當玩一下、輕鬆一下、消磨一下時間 其實在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網上夾公仔APP 應該很多大家都聽過甚至玩過 而這次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Torlebar 上網上夾公仔只需要三個簡單步驟 Step 1 下載Torlebar線上夾公仔APP 完成安裝之後就開啟 Step 2 申請帳戶 可以選擇現有的Google帳號 或者輸入電郵和設定密碼去申請 Step 3 認證帳戶 可以按點擊送出認證信件 再在電郵進行確認 之後就玩得了 入到主頁面會看到放置不同獎品的機台 分別以模型、玩具、日用品、食品等等分類 獎品款式確實爆羅萬有價 而且有不同的卡通人物 例如Sanreal的一眾角色 Pokemon、鬆弛紅、角落生物、Minions 甚至實用的家品都有 如果看到心水想要的獎品 只要按進去就玩得了 若果你是第一次玩 不懂操作不要緊 因為APP裡面是有教學的 首先Step 1 點擊遊玩者的機台 Step 2 點擊 Start 開始遊戲 而Step 3 先按黃色箭咀 再按藍色箭咀 而兩個按鍵同樣去到心儀的位置後放手就OK了 最後遊戲就結束了 而遊玩的時候也可以自由調整畫面的大小 以便操作 不過同樣有個小提示想提提大家 遊戲有30秒時間限制 時間一到遊戲就結束了 要把握時間了 每個新申請的帳戶都會有5次免費試玩的機會 如果用完就需要購買點數才可以再夾 分別有信用卡、PayPal、Google Pay 儲席卡 三種付款方法選擇 每次夾公仔的收費都是以點數計算 收費約為1500點到2200點不等 而課金最低的消費為5000點 大約為35港元 唉 剛才試玩完兩次 其實好像都沒有搖過去沒有動過 唉 到底夾公仔有沒有什麼竅門的呢? 邀請下擁有8年經驗的夾公仔大人表姐 為我們講解一下吧 我是表姐 我2012年開始夾公仔的 每一次去日本 就會一定會去這個地方 每一晚回酒店前都一定去夾公仔 那個夾公仔的成功感是很滿足的 最重要就是夾公仔呢 裡面的那些東西呢 外面是沒得買的 多數 他那些夾公仔的那些款式呢 是比較多一點 還有很多時候我去到日本呢 看到他夾的東西呢 是一樣的 還有我是確保他在日本嘛 所以這些東西不會是假的 網上夾公仔 因為他只有兩個畫面給你看嘛 正面和側面 還有他不能移動過去的嘛 所以其實是難度應該是高一點的 如果初學者呢 我就覺得是用小機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小機始終是容易一點 還有用雙爪那隻機 我覺得是容易一點的 有一個一套瓷巾是5G的 那是一個沒有名的公仔的瓷巾 每一天都附著那部機 很多錢又不是的 但是用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真的夾太久也夾不到 夾到他下架 夾了幾天之後呢 我又看到他在上架 那好吧 我就真的扔少少本下去了 那最後我也是夾了的 現在呢就是你每寄三樣東西 他又會送一張給你的 Promotion 呢 他就沒什麼說是做Promotion 就是如果你真的課金那隻 聽了那麼多實用貼士啊 下次一定夾到手的 至於運費方面 戰利品可以直接寄送到他家 而每七天就有一次免運費寄送 就算夾到多少都是免費的 不過如果七天之內 有兩次以上的寄送的話 就需要支付商業的運費了 不用出街也可以夾公仔 是不是很過癮呢 不過有時給很多錢 都未必夾到一隻 而且課金的系統 多數都是以信用卡來付錢 一個不小心啊 課課是幾千元就糟了 所以都是那句啦 少夾移情 狂夾亂性啊 需要輕鬆玩之餘 都記得要節制啊